朋友们好 我是老宋 欢迎朋友们来看老宋 砍大山 前两天回我父母家 一进入我就闻着 我说这屋里怎么这么大烟味呢 我吸烟 我父母也不吸烟 我说这来谁吸烟了吗 你们不是不让个屋里抽烟吗 谁吃亚个屋里抽烟呢 烟味这个 一拿来一打塑料袋 我一看什么 烟头 我说你整烟头干啥 我说你剪这玩意干什么玩意 哎 你都不知道 你落伍了 能挣钱 我告诉你 我跟你讲 我给你那个外地 我大姑在外地 我跟他打电话 你说了 你那边的剪烟头啊 能挣钱 我跟你讲 那不挣不少钱呢 你打去打去 咱那边哪能收 我也卖 我也剪烟头 每天除了六万也十九万也剪 我说你这听的都是哪 遥远呢 怎么扯呢 还卖烟头挣钱 啊 你们是不是被骗了 啊 哎 不是 我跟你讲 能 能换东西还能换钱 你大姑都说了 我说是吗 难道是我 孤了瓦文了 啊 好吧 那我打着打着 了解了解吧 啊 你别伤了老人的积极性 哈哈 是不是啊 哎 我就是一了解 哦 把我电话朋友了解 哎 还真有这事 所以这个烟头啊 还真能换钱 啊 在很多城市 真能 牛的城市是什么 论斤 啊 什么三十一斤 啊 归得四十一斤 哎呦 这在废品来说可添价了啊 四十一斤 你想想 我们又才多钱一斤了 牛又才多钱一斤了 对不对 哎 还有什么 啊 三十个烟头换个鸡蛋的 什么五十个尖头换 换盒奶的 什么一百烟头 什么换块香皂的 哎 反正是能换个鸡蛋的东西 哎呀 我说 这 这怎么的呢 哦 你这么一做 对老年也是个不小的诱惑 啊 反正六玩也是六玩 看到就捡呗 是不是 那以后是不是我抽烟烟头也得留着呢 啊 那你说 他们回收这玩意干什么呢 难道真是这种再生资源有大用途吗 是不是 那我就想分析分析了解了解 到底是什么原因 那我就了解了一下 今天就和朋友们聊一聊啊 有人会说 这种东西啊 有大用处 我跟你讲 就这个烟头啊 烟皮里头那个纤维素 嗯 有用 那提炼出来 哎 做东西之前 这个东西是行不行呢 我了解了一下 理论上是可行的 实际上啊 就不可行 为什么呢 我跟你讲 你就想 你要收购一吨烟头 哎 我这一吨烟头 你怎么能收购出来呢 啊 那一吨可老大老大一堆了啊 得费多大力气才能收上来 你再加上物流成本 生产成本 工人的挑减成本 大家收购的钱 哎呀 我跟你讲 你生产出那个产品 都不值收购烟头的钱 所以这个情况 在现在至少是不可能的 啊 哈耀的说什么呢 哎 我跟你讲 这个烟头啊 是个很好的杀虫剂 嗯 我一开始以为他们 瞎属呢 后来我一了解 确实是这样 他真是一个很好的杀虫剂 怎么样 你把烟头泡水 啊 你就把那个菜上啊 什么去喷啊 那些害虫就不敢过来 哎呦 你看这个毒性多大 他一闻他就不敢过来 嗯 那不敢 哎 他就没有害虫 但是你说 谁能收购烟头制造杀虫剂呢 这种情况可能吗 不 几乎不可能 这都什么自己家有抽烟的啊 放点儿 然后你家 一样点儿花花炒炒的啦 种点儿小菜啊 院子里 你说你喷点儿 也就到头了 哪有那么多呀 是不是 就是这样 哎呦 而且你在 不可能 那呢 还有的说什么 可以做肥料 可以什么造纸 什么可以再生塑料 可以什么做肥料 反正就是说了五花八门 但是据我了解 没有任何一个 可以实实在在的 在现在产业里用 啊 就是有这个企业 我就专门收这个 我要造这个 我要怎么怎么样 没有 呃 没有的 现在 至少现在的条件 还不够 那么你说呢 有人说了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你告诉我 他们收购烟头干什么呢 我跟你讲啊 现在这个烟头回收购回去了 大部分都什么 发电了 往里烧发电了 但是都无眼资源了 那他你说 那他收购上 他真的不经用 那你说他收购干什么呢 其实就是为了宣传 啊 就是为了宣传 就是为了环境保护 为一个公益性的 真的是这样 因为烟头的危害性很大 有朋友说了 哎 抽烟我知道危害性 烟头有什么危害性啊 首先这个烟头 对土养和植物的危害性极大 你看烟嘴里那个烟丝啊 它里面的纤维本质上 就是一种数量 它很难通过自烟降解的 你那个烟头扔土地 别人抽了一颗烟 烟头扔土地里 短的三年四年的 长的可能十年八年的 才能降解 那么大家呢 扔烟头中中的那里 他对这个土养和这个植物 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哦 真的是这样的 有朋友说的 那能影响多少 一个烟头在多大点 架不住多呀 哦 你架不住抽烟的多呀 架不住这些都能个 嗯 你看看你去走一走啊 什么花坛啊 什么那个那什么地方 你看看遍地都是烟头 你经常能看着 这都是太正常的 多了就有影响了 哎 这是第一个害处 第二个 对水之烟的害处 尤其是什么呢 有一些人啊 在河边老宋有过那种错误 后来现在了解了之后 老宋以后不能了 在河边啊 哎 湖边啊 抽河烟 然后很潇洒的在那里 啪一弹 啪 落入水中 你找到 你看我没了水地了 啪 它落入水中 现在我才知道 这个危害性真的 皮愣到地上还大 为什么 你拿几个烟头 你用泡泡水你就知道了 你把水泡几个烟头 你看看 据说这个毒害性很大的 你想一想噴到菜上 害虫都不来 你说它毒性多大 那么大家把这个烟头 弄到水里 这个水之源会怎么样 可想而知啊 同时 你要鱼啊 什么之类的 把这烟头都吞了 那么 他们也同样 哎呀 不说你们也明白 基本上就白白了 嗯 对不对 是这样的 第三个呢 就是什么呢 对城市的环境影响 嗯 你城市你说 挺好的城市 遍地都是烟头 哪都是烟头 说实话啊 现在抽烟的 这些大城市好了 就说什么 个外头不想抽烟的 房子里不想抽烟的 但一些小城市啊 这些人还是在抽 而且抽烟的人 大多数 这个数字有一个问题 什么 就一边走一边抽烟 大多数这个烟头 都是随手扔掉 嗯 好多香港市 小城市 啪一弹 是不是 还脚子挺牛的 挺帅气的 要不就一扔脚一踩 是不是 你看看有几个 抽完这个烟了 拿着这个烟头 找哪地方扔啊 扔他 有几个 有没有 有 数字很高的 不多 大部分都是抽到哪 就随地一扔的 这个真是不好的习惯 咱都不说 还工人啊 这些剪烟头啊 这些怎么样啊 你就市容的整洁 都不说有害 就说这些正常的事情 那么 是不是也不太好 那么如果有了 这个政策之后呢 一些城市 这个政策什么呢 第一就是宣传 大家不要乱扔的烟头 第二 那老头大家就剪烟头了 大家干嘛剪烟头了 那么这样的话 烟头不就少了吗 市容环境不就整洁了吗 对不对 大家养成了这种习惯 大家就不养 其实就是一个公益性质的 为了环境 哎 为了这个大家的好 啊 了解完这些之后 和大家说了之后 大家是不是知道 这些收烟头啊 卖钱的 到底什么 有的人跟你说 收烟头能挣多少多少钱 怎么怎么样 你真的至少暂时 你不要相信 和烟头多大多大用处 怎么样 你暂时都不要相信 便于那忽然哪阵 出来个骗局 就是收烟头的骗局 人家人骗了 对吧 犯不上啊 我们就知道 它就是一个为了环境的公益性质 最重要的是 你收烟头真的卖不了多少钱 啊 我要了解完这些呢 回去我就跟我父母说了 我说 别整了 我说你整的行 你找一个地方啊 扔了 扔在哪啊 挺好的 垃圾桶什么 可回头不回收的啊 是不是 我说 你只换东西 我跟你讲 我说三十块钱一斤 你算 你知道能耐多少吗 我说 这个还不得有半斤呢 我说你看看 呦 这么轻啊 那个晚上飘行 那一斤得老大一包了 嗯 跟你讲就老年人的腰疼 都不是自腰的钱 你们想想 就哈姚捡的钱 你们都不是 真的 所以说 还那句话 看着了呢 我们捡起来是为了环境 绝对不是为了这个钱 大家做是应该的 最重要是我们这些抽烟的人 烟头该怎么扔 你们想好了吗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该朋友们看老宋 看大山 小朋友们喜欢老宋 关注老宋 咱们下回见 拜拜